大家好 欢迎来到《长歌行》 我是赵长歌 河南银行爆雷这件事情可谓一个惊天巨雷 火势大到直烧中南海 更直接波及到七常委中的四位 习近平 李克强 赵乐际 栗战书纷纷中招 7月10日 数千访民打着维权横幅到郑州中国人民银行门前抗议 4月份起 河南多家村镇银行无预警冻结储户存款 涉及储户数40万户左右 涉及资金多达400亿 事情的起因是 河南数家村镇银行号称其存款利息高于国有四大银行 因此吸引了不少储户 很多储户将毕生积蓄存入这些村镇银行 期盼得到利息的高回报 起料 今年4月起 这些村镇银行突然以维护系统为由 关闭了储户的线上转账与提款功能 受害储户 领不出存款 心理着急 于是 纷纷聚集到河南省会郑州抗议 不料当局竟利用防疫工具健康码 让未确诊储户的健康码变红 进而遭隔离与限制行动 储户维权 谁不同情 不过 这些年中国发生金融大爆雷时 我们总可以看到 金融大鳄在其中的操作 与中共高层之间的权斗 所以说 这一次是不是又是同样呢 可以说 这次的河南事件中有很多不寻常之处 我会解重点在后面的节目中一一来说 首先 让我们来看一看维权者打出的维权口号 从一些现场照片和视频画面可见 示威者打出的横幅直接指向河南省政府 反对权力任性 反对河南省政府 联合黑社会暴力殴打储户 有的直对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 反对省委楼阳生 掩耳盗铃的三菱政策 零上访 零事故 零案件 楼阳生有通天关系 就可以办训诫中心 五访村 赴红马 有横幅更直接点到习近平说的中国梦 反对河南政府腐败 暴力 40万储户在河南破灭了中国梦 这个反楼阳生的标语是放在最前面的 什么叫做楼阳生有通天关系 通天关系通的是谁 大家知道 现年62岁的楼阳生是浙江人 被外界视为习近平之江新军成员 之江即前唐江 因习近平曾主政浙江 之江新军被用来指代习近平在浙江时延览的部下 楼阳生在浙江任职于30年 而后绿任海南省委组织部长 湖北省委组织部长 山西省长省委书记 2021年5月调任河南省委书记 楼阳生曾在五省任职 因此被认为有望在二十大进入政治局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楼阳生是习近平的人 所以这个标语在反楼阳生的时候 不仅是把矛头指向了习近平 也是要在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上狙击楼阳生 维权队伍的后面还有一条英文标语 写的是反对河南政府的腐败和暴力 用中共的话来讲 这就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其实 中国人很少集体出面 揭露政府 去年郑州市发生洪水 尽管民众怨声载道 也没有集体抗议发声 而且 处护维权 他们更关切的是自身的利益 他们要达到的目标 主要是能拿回自己的钱 所以说 我们通常看到的维权标语会是还我血汗钱之类的 很多时候是民众自己书写的标语 因为商家不敢被抗议者制作标语 我们在7月10日的维权抗议视频中可以看到 这次的标语很不一样 横幅整齐 制作专业 标语内容直指河南政府 楼杨生 习近平 每一个标语表达的内容都对政治 政策十分有针对性 所以 这是非常不寻常的 从7月10日的维权现场视频 我们又可以听到清楚的口号 民众高喊 李克强查河南 这是另一个不寻常之处 这个事情的合理之处有两点 不合理之处更多 让李克强查河南的第一个合理之处是 李克强曾经主政河南 现任中共二号人物 民众希望老领导主持公道 这个想法很合理 口号让李克强查河南的第二个合理之处是 2021年7月 河南发生水灾 那样重大惨剧 李克强就曾派出调查组调查 被外界视为 之江新军成员的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遭免职 而且 李克强的国务院卫健委是河南卫健委的上级单位 也有权调查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 民众的要求是合理的 事情的不合理之处在于 这次事件中 打出的标语是直接在针对习近平 喊出的口号又是让李克强来查 我们不说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操作了一件 其实 中国老百姓都明白 中共体制下 是一把手负责制 这个一把手和二把手 他们所掌握的权力 相差实在是太远了 让二把手来查一把手 可能吗 不仅是查不了 这个二把手 自己都有可能被搞下去 而且 在习下里上政治传闻纷纷扬扬时 这个口号又十分可疑与不寻常 大家知道 现在海外的自媒体做的风生水起 很不错 所以 就有人会给自媒体爆料 但是 爆料有真有假 这次事件中 有爆料对自媒体人江峰称 是栗战书安排中纪委二把手杨小杜私放了吕毅 吕毅是谁 吕毅是这次河南银行爆雷事件的捐款潜逃人 吕毅的朋友圈遍布大人物 他曾与航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套走国家30亿贷款 去年 银监会副主席蔡厄生落马 吕毅就直接被带走调查 蔡厄生与江派过从甚密 涉及经济政变 今年1月 中纪委 国家监察委通报 蔡厄生滥用金融 监管权 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严重污染金融领域 政治生态 被指 政治上彻底蜕变 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 搞两面派 做两面人 蔡厄生更是近年被点名退而不休的第一人 1951年出生的蔡厄生 长期在银行系统任职 在央行系统工作20多年 蔡厄生在中共央行的20年中 快速升迁 最主要是在戴向龙1995年出任央行行长之后 戴向龙是江苏宜征人 与江泽民是老乡 2015年4月 戴向龙被指涉嫌以权谋私 被中纪委调查 同一年 戴向龙的女婿车峰被北京有关部门带走 车峰不仅牵扯到戴向龙 而且涉及曾庆红之子曾伟和曾庆红 就在传出 戴向龙被调查 车峰被抓后 大陆股市爆发了股灾 习近平当局曾派出国家队进入股市 砸入上万亿元 仍然就是无效 那场股灾 造成了大约5万亿美元 大约34万亿元人民币市值被蒸发 对全球金融市场都形成了冲击 随后 中共公安部进入调查 发现中信证券 海通证券 国信证券 帮助境外机构做空 时任证监会主席 姚刚等充当内鬼 2015年 《A股股灾》与蔡厄生是否有直接关系 以蔡厄生的视图背景和她在银行及金融机构中影响力 以及中纪委使用退而不休这个说法来看 蔡厄生恐怕难脱关系 爆料中说的中纪委二把手杨小杜又是谁 杨小杜的父亲曾是上海的红色资本家 中共地下工作者 中共篡政后 其父在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作 离休前 在上海市政协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杨小杜主要政治生涯 在西藏度过 其后 被调回家乡上海 担任副市长 2007年 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 杨小杜任上海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是习近平的班子成员 栗战书被认为是与习近平关系最近的人 1983年到1985年间 栗战书在河北省吴锦县担任县委书记 旁边郑定县的县委书记就是习近平 两个人当时一起相投 经常一起喝酒 所以说 携400亿潜逃的吕翼 明明是与江曾过从甚密 怎么会被习近平的亲信 栗战书和杨小杜放走呢 因此 可以大致判断 这个爆料与河南事件中我们提到的前面两个内容 把火引向习近平和李克强是相似的 很可能是曾庆红所为 我们刚刚说到 携400亿潜逃的李毅 从去年到今年多次被带走调查 去年7月 蔡鄂声落马 李毅随即被中纪委直接带走调查 11月 李毅被二度带走调查 今年2月 李毅第三次被带走协助调查 4月初 河南村镇银行无法取线 李毅第四次被带走调查后又释放 然而 涉及400亿的大案 李毅不仅没事 反而在重重监管下成功从国内逃跑 这其中 没有高层 没有背后的能量是不可能办到的 目前 大陆经济下行压力极大 普通人换汇一次 只有1万美元的额度 而李毅却能轻松将400亿人民币转移至境外 这得有多少层监管 得经过多少层审核 以现在的大数据技术 监管系统竟然没发现 况且 现在签证办理难度极大 李毅不仅没被边控 而是很快从国内消失 换上塞浦路斯的国籍身份 逃亡到了美国 这不是非常可疑吗 今年2月 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强调 强化金融风险防控 维护金融稳定大局 3月 赵乐际抢先邀功表态 以实际行动迎接二十大胜利召开 然而 仅仅一个月后的4月 重大金融犯罪案的李毅 在纪检官员眼皮下逃离境外 转移百亿资金 所以 李毅逃走 赵乐际能不知情吗 赵乐际是谁的人 有分析指 赵乐际是江泽民 曾庆红的人 因为从赵乐际的履历看 1999年下半年 赵被提拔为江泽民期间最年轻的省长 将退下来第二年 在江曾依然把持权力下 在江曾的提拔之下 又成了胡锦涛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赵乐际是青海省的头子 青海是中共的劳改大省 监狱大省 所以 当时这样一个中共政法委势力控制的嫡系省 其头子一定是江派系的人才能担任 从另一个角度看 给自媒体人江峰爆料的人说 是栗战书安排中纪委二把手 仰角度 私放的李毅 与赵乐际无关 这不是很明显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不论如何 河南银行这个雷 已经烧到中共现任的四位政治局常委 由此可见 中共高层目前的厮杀是多么惊心动魄 沉船在齐 船上的人只顾杀个你死我活 下场会是如何呢 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长歌行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订阅 点赞和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